如何衡量灵性的成长 有人问 人要如何测量他们自己在灵性上的进步 萨古鲁说 哦 你想要把良吃 那我们就给你一把良吃 不要担心你的灵性进步 没有所谓的灵性进步 你是否正变得向他更加敞开 这才是问题的全部 我们且不谈论你体验不到的东西 因为如果我谈论一些你还体验不到的东西 那你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相信我 要么不相信我 不是吗 相信不会让你更接近真相 不相信也不会让你更接近真相 所以让我们说些在我们体验中的事物 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状态的头脑 情绪和身体 我们先不提能量 因为那还不在你的体验之中 什么状态的身体 头脑和情绪 会让你比起现在来讲 对生命更加敞开 你来告诉我 如果你是悲伤的 你会变得更敞开吗 如果你是紧张的 你会变得更敞开吗 如果你是平和的 你会变得更敞开吗 如果你是幸福的 你会变得更敞开吗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会向生命过程更加敞开 如果你在极度的喜悦之中 你会越来越对周围一切敞开 难道不是这样吗 现在你感觉非常开心 这人过来问了些愚蠢的问题 你对他没意见 那人来问了些问题 你对他也没有意见 另一个人来问了些问题 你也没有意见 当你在某些不愉快的状态里 你在对某些事感到烦躁 沮丧 愤怒 抑郁时 就算这个人 想来对你说些好话 碰了一下 你就欺诈了 是不是这样 即便是对于生活中 简单的方面 只有当你处在 某种愉悦的状态中时 你才更加敞开 不是吗 所以让我们用这个标准来测量 如果每一天 你都在变成一个 越来越喜悦的人 你只要每天都记录一下这个 从昨天到今天 我更加喜悦了吗 如果你在记录 并且每一天都变得更加喜悦 并且你的脸不再是这样 而是慢慢变成这个样子 那意味着你在进步 是的 你肯定是在进步 因为灵性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鬼话 灵性在于向生命过程全然敞开 不仅仅是向身体层面 也不仅仅是向心理层面 是变得全然的 向生命过程敞开 这才是灵性 百岸 半岸